老師的擴充板拿出來之後 請老師先斷電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要放進來 所以你先把USB的電源先拿掉一下 我現在先把電源先拿掉 那您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在這邊 放進去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放進來 就這樣 這個板子 上面這一排 您可以看到這一排 有點類似麵包板 那一排都是G&B 電源都是這個 就是第二排 腳位就是下面的第三排 這樣老師看得清楚嗎? 比我這樣看會清楚一點 OK嗎?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它的板子的輸出就只有3.3 所以 老師說 雖然看起來腳位很多 總共19根 可是你真正 你說要接很多 行不行 不行 你可能大概接一個兩個 所以這次 我沒有幫大家買太多的這些元件 就是因為 你接太多 其實可能定壓也會不夠 也會不夠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 要給大家的 就是那個 超音波 把超音波 來 我們先把這個元件 發給大家看一下 那因為它是那個凹槽 所以說 我們的杜邦線 在這邊 我們會用公母的 裡面有多少件 可以讓你看 好 謝謝 老師拿到一個 參波 然後杜邦線是公母的 我們只會用到4條 那一排的話 會有10條 10條 10條的杜邦線 所以待會呢 你現在還不用擦電了 等一下我們接完 再來擦就好 現在老師手上都拿到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裝起來 那原則上我們超音波的話 它上面是不是有 四個角位 這隻滑鼠 可是 這樣有些人 後面線夠嗎 應該還夠一個 還夠一個 因為它的滾能 好像不太好 不太靈敏 不是 是 往前 會變往後 所以 我很難捉摸 謝謝 謝謝 有 有 這樣正常 多了 來 這裡 您可以看到 我們參波上面 總共有 是不是有四個 來 對焦一下 老師這樣看得清楚嗎 我手還是會稍微動一下 它總共呢 這個上面有四個角位 四個角位 那VCC當然就是接到電源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 接到電源3.3 那GND 就是我們的副級 所以 這個Trim跟Echo 它預設的積木 是分別接到3跟9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 這個板子上面 板子上面 好 這樣好 這裡 這一台 老師可以看到 上面這台是GND 中間這個是不是3.3 好 那 因為這個 說真的 考驗眼力 我也有感覺 我已經腦花了 這樣 我這樣看 我還看得清楚 如果在板子上上看 還真的看不太清楚 我再放大一點 你看 喔 沒有了 這裡 這樣最大 您可以看到 我螢幕上 這裡是有3 但是3 不是在第三個洞 因為它是從0開始 所以3 是在第4個洞 這個 這樣老師清楚了 一個接3 一個接9 那有沒有規定一定要這個 沒有 只是因為積木 預設是這個 這樣待會擦碗 就不用改積木的腳位 所以 一個3 一個9 所以您可以把這個地方 把它接起來 那我們 像這樣子 像我的 是 這裡 我把它拆開一下 好 那 我在這邊 這一條是V77 就是第二個 那你這整排都是 所以 你要接哪一個 都沒有關係 好 那我的這個 GMD 是我後面黑色 這一條 我就接到 這一邊 用這個接 你在鼠手眼睛上 看會比較亂一點 好 我現在接兩條 那我們剛剛講的 這邊 有一個傳送 Train 這個就是傳送 Echo 就是接收 Train 傳送 一個接收 那傳送是3 傳送 我是灰色這一條 我們就把它接到3 從左邊算過來 第四個洞 左邊這樣算過來 第四個洞 然後這個呢 9 就是第10個洞 不過如果老師 視力好 請直接看數字 視力不好 請要學會算數 因為這個真的字好小喔 以後我們都要放大鏡來看才行 所以你先確認一下 看看那個有沒有接正確 那如果老師你沒問題 我們接正確的 我們就可以 準備把電插下去囉 其實差點不會很單純 對不對 我們就是測距離而已 我們只是測距離 所以 先了解一下 因為下午呢 我們會利用 這個擴充的功能 你就可以偵測一下 有沒有人經過 有經過 又發生什麼事情 那就可以通知你 好 來 您看這裡 積木 有沒有在這邊 擴充積木 一個字 傳送 trim就是3 echo是不是9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喔 那麼這個 擴充積木會放在哪邊 在那個擴充功能裡面 有一個基礎套件包裡面 進階套件包裡面也有 所以我們先找一下它的位置 來 我把範例先擋開 範例我把它擋開 我們來看看在這邊 來您看一下擴充功能 擴充功能 擴充功能 你找這裡 有沒有基礎套件包 這裡 或擴充套件包都有 點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擴充功能 擴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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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如果我希望 不斷的偵測 那個距離 有沒有感覺到 又多了一個 這個無線迴旋進來 就是這樣 就把它放在這邊 好 那我現在呢 因為操播 我們在模擬器上 就沒有辦法直接模擬 所以我就 用真的 Wi-Fi的 或者你要用USB 都沒有關係 好 我把它用USB 好了 我把它執行 那麼現在呢 這個距離 你現在看到它這個 是這樣空空的 那我就把它 拿 拿到這邊來 好 像這樣子 那我靠近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我那個數字 下面的數字在跑 對不對 不過老師 如果你要在這邊 測試要留意一下 因為它有兩顆眼睛 一顆傳送 一顆接收 所以你最好是用 像我這樣子 就是 就是 石心擋住的 用手 有時候會露接 指縫比較大的時候 有可能它就露接掉了 或者是你只擋一邊 所以我用一個 沙子比較大一點 石心的 凝張來測定它的距離 那超音波 請問它能夠偵測範圍 大概是多遠 一般應該是在200公分 我們買的這一種 就是大概200公分左右的距離 所以老實講是沒有很遠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真的要做一些 偵測 你可以透過什麼 不同開發板的串源 我經過 Smart或者是其他開發板 去負責比較近的偵測 我從遠端就去接收這些數字就好 所以我 老實說我沒有很鼓勵大家 就是一定要買 擴充板 因為你買擴充板 其實板子 你還是放在那裡 但是我們透過物聯網 你可以 能夠偵測到更多地方不一樣的那些數值 我們就把它做統合就好 這樣你也少了一個費用 OK 好 我想我們早上 差不多就是上到這邊 那麼下午的話 我們就會再跟隨視算表 然後呢 這些就會開始跟我們的這些 包括氣象資訊 我們這些環控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把它準備好 當你資訊都到位了 我們下午只要透過MQTT 再跟我們的手機APP 結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一起把這些資訊統合起來 那你從手機上就可以直接做 取得資訊也可以直接做控制 好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讓大家休息囉 好 謝謝大家 謝謝